那个司机最后忍不住 他说这位歌星是谁 他唱得很好 那我跟他讲 我说是我 他说是你啊 哎呀对不起 有眼不是泰山 你是谁 我说我是阮萧灵 哎哟 他说怎么可能 真的是你吗 我说是 昨夜的一场 蓝色的梦 梦中的一切 多迷茫 清晰的只有你 可爱的笑容 那笑容使我不觉心动 低沉迷人温柔嗓音 你还记得他吗 六七零年代 群星会歌唱节目 歌星染霄灵 独特魅力女低音 当年更以一曲 蓝色的梦 红遍全台 东南亚地区 阮萧灵 从小热爱音乐 怀抱着新梦 他与生俱来的歌唱本能 十五岁那年 以一曲 魂银旧梦 站上群星会舞台 伯乐相助下 顺利出道 还成为各大歌厅 夜总会 争相邀唱对象 不过阮萧灵 六零到七零年代 演艺巅峰之际 长片爆红滋味 不愿被环境改变初衷 毅然决然 选择华丽转身 舞台上美好记忆 留在观众心中 淡出歌坛后的 染霄灵 远嫁香港 步入家庭生活 虽然婚姻 仅维持十三年 后来独创的文媒事业 做得有声有色 一路把儿女 拉拔长大 出道超过六十年 染霄灵 近日返台 受访分享 境况外 七十五岁 惊人面貌曝光 让人不惊好奇 他的养生之道 又是如何 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我应该还是 五十多岁还没到六十岁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看到一个危机 就是说我的身体会出现问题 我的体力会出现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把我自己的生活就改变 就是改变早起早睡 然后早上起来做运动 这样子的保护我的身体 所以我的这个人在这么多年 我没有叛过 也没有受过 就是说没有经过其他的东西 药物这些东西来让我去保 保持我的这个体重 没有 我就是完全靠自律 那个时候呢 我是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起床 十点半就上床睡觉 十一点钟大概睡着了 你早起早睡 或者晚起晚睡 但是我是要算 我睡的时间够不够 运动方面的话 是一定早上会出去 做这个户外的运动 我不是在gyne里面 我就是到公园空气流通的地方 我是做带氧的运动 比如说拉筋 比如说跑 慢跑 那个时候还可以倒挂倒掉 自己还可以做很多柔软的动作 因为我尽量让我的这个身体 不要硬 要软 所以我拉筋是我必须做的 饮食方面我非常的节制 饱了就不吃了 不好的东西知道 吃了一次我就不吃第二次了 比如说有什么东西是忌口的 因为我胃不大好 所以比较偏酸的东西 太油辣的东西 好像昨天来到台湾 你总是会吃台湾的东西嘛 什么麻辣啦 什么淡淡面啦 昨天我吃了以后 晚上我的胃就不舒服了 会吃甜的吗 不会 甜的太多 我会吃甜的 可是我一定会把甜的跟咸的分开 因为很多人是习惯性吃完饭就要吃个甜的 那个是最坏的一个动作 因为现在我年纪七十几了 我更注意到我的身体了 我的保养呢 你看我的妆 也不会化很厚的妆 我也不会擦粉底 就是尽量是把皮肤保养好 皮肤保养好的话 你只要淡淡的妆已经够了 不需要拿粉来盖 你拿粉来盖的话 这个皮肤是不健康的 二十多年前 染肖林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危机 养成自律的生活习惯 出道超过六十年 九位在台湾开场 染肖林有何计划 粉丝朋友都很想念染姐 如果六十岁以上的人 都还会知道我 五十岁的人就说 听妈妈说过 这次回来我们下了船 从基隆下岗 下了船以后 计程车司机 他就听我讲讲讲 然后他说 他们就讲 这位是染姐姐 染肖林姐姐 那个司机说 你是染肖林哦 他们说 他们就会 怎么可能 可能就是说 第一个他们看到我保养的还不错 他们没有想到那个是我 第二个就说 在他们的记忆中还有我 另外呢 我又在大会 在这个车上就听我自己 这次唱的一首歌 我在唱那首复兴的人 人家放给我 我就听 在车上听那个录音 那个司机最后忍不住 他说这位歌星是谁 他唱得很好 那我跟他讲 我说是我 他说 是你呀 哎呀对不起 永远不是泰山 你是谁 我说我是染肖林哦 哎哟 他说怎么可能 真的是你吗 我说是 所以都是一看到他 也是60岁以上的人 所以他们还是在记忆中 他们有我 所以如果我要再开个演唱会 就是为你们唱的咯 台湾的这个演唱会的计划是什么 对计划是就是说 他们是希望我去年 可是去年我没有答应 我却去跟着陈老师 去了美国学习 然后今年 所以我来跟着老板讲 我说今年我看看 如果是今年的年尾 如果我自己的现在新的这一个事业 如果做得很好 然后我可以有这个体力 我会看看是不是今年 而且我还要看这个大时局 在就是说 这个大整个的大局 全世界的大局 目前今年还不是很稳定 也要到下半年以后才稳定 如果下半年 我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可能是明年年初 进入这个时局 如果整个大环境是好的话 我会再做一场 真正第二次 再重回演唱会的 这一个做一个演唱的告别 我现在要在这一个时候 再做一个演唱 就是跟我的观众 要大家要 OK 这个最后一次演唱了 如果你们想听 也就是听我这个演唱 为什么 因为真的我的观众也老了 我自己很老了 对不对 能唱多少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是尽力而为 昨夜的一场 蓝色的梦 梦中的一切 多迷茫 清晰的只有你 可爱的笑容 可爱的笑容 那笑容使我不觉心动 你可爱的笑容 你可爱的笑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